大家好,这里是初歌 今天为射手们介绍一根标准自动对焦全画幅镜头 4码的2870 f2.8 这根镜头是越玩越上瘾,所以这些内容非常的长 其实已经精简非常多了 这镜头相信网上已经有很多相关的视频,特别索尼的E卡口的测试非常多 但是今天我主要介绍的是来卡L卡口的版本 听清楚没有,是来卡版本 来卡卡口 这么一说 味道马上就变了,脑袋你马上就浮现出了 可乐标 ESN 0.95 还有什么,还有华为 这款镜头我是同时买了索尼的版本和来卡的版本 但是索尼版本吧,现在视频太多了 我还是先弄来卡向松下致敬 我先放一个司马2870 f2.8拍的风景视频 那机身使用的是松下S5 敬请欣赏 同时欢迎大家踊跃的一剑三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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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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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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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系 那首先莱卡最近才意外的推出了2470 f2.8的标准变焦镜头 这根镜头真是让不少射手惊魂未定 特别是已经拥有了司马24-74f2.8 art的射手 感觉手中的镜头一下就变成了莱卡 初歌也深受其害直接预定了一根莱卡 不是莱马是莱卡 用以解读 其实莱卡历史上就有一些变焦镜头是司马代工或者司马设计的 那它的这根2470 f2.8 好像也是日本制造的 他们这么合作可能 并不让人惊讶 惊讶的是莱卡这次连外壳都懒得换了 我顿时感觉我的司马镜头都变成了莱卡 无意中身价飙升 由于莱马的诞生加上松来的雪萌 2870 f2.8居然让我感觉到了一些高端的味道 奢侈 至少是轻奢吧 那这个镜头最大的卖点当然就是它f2.8的恒定光圈 视频拍摄基本都是以手动曝光为主 那非恒定光圈在变焦后就会 改变曝光量 重新设定就非常麻烦了 比如f2.8-f4的非恒定光圈镜头 我一般都是当做f4来使用 那2870的大小尺寸则是另外一个亮点 它的体积太小了 而且只有470克 视觉上和索尼的f1.4的大四头的定焦头一样大 那在电子稳定器上特别一些中小型的电子稳定器上使用就十分的和谐 这根镜头的体积虽然非常小 但依然装备了九叶的光圈 全程保持了比较圆的进光孔 那虚化背景你喜不喜欢 这纯粹是你的个人口味 那在28毫米端 靠近边缘的虚化光点 会有猫眼的现象 也就是椭圆形的光点 那靠近画幅的4个角的角落的光点 就会有光学暗角 也就是光点被切割了 那在70毫米端虚化光点也有猫眼和光学暗角的情况 但是要稍微好一点点 它的滤镜丝口只有67毫米 不管是可变ND或者柔光镜一类的艺术滤镜 67毫米比82毫米的价格还是要便宜很多 那体现出了变明的设计思路 不愧是一根人民的变焦头 但是我始终不喜欢2870这种工程塑料的外壳 可是为了重量和价格 你还是可以忍一下 稍微忍一忍 那这根镜头的锐度确实还是不错的 特别是中央的锐度 如果你是摄影的话 3比2的传感器的比例的4个角落 在光圈全开始可能会有一点点肉 但是微单的视频 拍摄基本上都是16比9嘛 那画幅没有那么高 那视角的微肉感就 不是非常明显 特别你在16比9的模式下再做一个2.4比1的黑框来模拟电影感 基本上可是区域内都很锐 那关键我们大部分的视频都是 最多就录制到4K吧 对于锐度的需求其实也并不旺盛 抛开摄影不说 光拍视频来说这根镜头的锐度已经非常锐了 但是这根镜头在24毫米端的时候感觉会更锐一些 在70毫米端的时候要稍微肉一点点 我的松下 S5的锐度都是设定到了-5 就是最不锐的情况 那做一般体裁的拍摄总体感觉还是有点过锐的 这根镜头的最近对焦距离还算正常 反正屏幕有多大 你的脸就可以拍出多大 那松下的2870在微单上拍照的话 不管是RAW还是非RAW 反正它的镜头形变都是可以被自动修正的 而在不同的焦段基本上看不出任何形变 那内录的视频也修正了形变 但是遗憾的是POWERTHRAW的外录视频并没有修正形变 在24端有明显的桶形形变 那在70毫米端有明显的整形形变 但是这么小的镜头挂一个外录机 看上去也不太和谐 那POWERTHRAW的形变 我觉得并不会太困扰这根镜头所面向的射手群体 这镜头这么小的体积光学上肯定是有牺牲的 因为它的最佳成像圈 我觉得好像并不能完美的覆盖全画幅 它的视角比较肉比较发软 主要原因是因为它有一点点向场的弯曲 也就是说如果中央合胶 边缘就不合胶 如果边缘合胶 那中央就不合胶 在很多老镜头上这基本上都是存在的 而且在很多驶马的 比如可以被纳入世界物质文化遗产的驶马18-345f1.8 向场弯曲就比较明显 拍视频吧 向场弯曲其实影响并不会 很大 你深景深拍摄的话 向场弯曲基本上可以消除 前景深拍摄的话 向场弯曲可以进一步的剥离被拍摄的主体 但是在对焦放大 辅助手动对焦时 它的画面是没有修复形变的 镜头的弱点就一览无余 那光圈大概降到f5.6的时候 向场弯曲就不明显了 那视角也当然开始就发锐了 整体画面看上去锐度就恢复了正常 那司马的2870的对焦环是电子对焦环 旋转起来力度 阻力是非常的舒服 但是并不爽滑 有点点摩擦过多的感觉 特别你听一下 对焦环转动的时候有点摩擦的声音 麦克风取音时应该能够取进去 但是在松下的机身上2870的对焦环和原厂头一样 是完全支持选择线性和非线性对焦 而且可以设定对焦的形成的角度 而这里体现出了松马的雪萌关系 但是变焦环就有一点点的景 典型的摄影头的手感 特别它是外变焦 那变焦使它会伸长 使用这个镜头拍视频吧 我还是建议你直接手弩 就不要去考虑安装什么齿轮环了 那2870的另外一个亮点就是它的对焦呼吸 首先这是28毫米端的视频 对焦呼吸非常的轻微 这么小的镜头 而且还是变焦头 表现让索尼的定焦大石头天团们太严了 那在70毫米端对焦呼吸 控制的一样出色 考虑到它的价格 它的体积 就这么一个技能 几乎就能帮你做出转账的决定 同时你还可以考虑它几乎就是一根齐焦的镜头 也就是在变焦的时候 它的焦平面不会改变 这里测试时光圈都是f2.8 首先是在28毫米端 合焦 然后我们推到70毫米端 这看上去吧还算是合焦的 但是如果你再做一次自动对焦的话 会发现锐度会有一点点的稍微的提升 但是就算在4K屏幕上这种提升也是微乎其微的 然后就是在70毫米端做个合焦 把镜头收到28毫米端 这就是从长焦到广角端 基本上看上去就是精确的齐焦 你就算再对焦也看不出有什么太大的进步 如果光圈是f4或者更小的话 基本上它就是一根完全齐焦的镜头 那司马的2870的光运总体来说控制的也不错 比如这里的光圈全开时对着强光源拍摄 并没有出现见光死的状态 它的鬼影炫光也控制的不错 也至少不混乱吧 唯一的弱点就是画面的对比度会下降 我试了一下在光圈f2.8-f4 在一些逆光的角度对比度都会下降 特别在实际拍摄中这种感觉尤为明显 并不是光源周围的反差度下降 而是整个画面的反差度集体下降 对于大部分射手来说这可能有点困扰 但对于我个人来说我喜欢这种感觉 能够创造出视频中更多的差异性 关于自动对焦 松下的机身为什么需要自动对焦 提供最顶级画质的电影机 根本不需要什么自动对焦 S5算是松下的S系列微单里 自动对焦最强的机身 但是仍然拿负长头没有什么办法 可以开美颜吗 比如这里的人 都是做了对焦锁定 也就是锁定框的每一边会有一条直线 对焦灵敏度和速度都是最高的 典型的 仍然是典型的猜想型自动对焦 注意这里的背景 抽动太扰明了 这样的自动对焦基本上没啥用 就算是松下的原厂头 它也几乎是忽悠型的自动对焦系统 一两次成功的尝试 并不能当做商业拍摄的前提 使用松下微单 如果有需要 请聘请一名更加员 只有更加员能够匹配松下微单最高的画质 那在逆光深景深的情况下背景松势抽风就显得更加明显 但是不得不说这位演员的品相相当的不错 不过2870的对焦马达还算是比较安静 麦克风取音应该取不进去 视频拍摄时单次自动对焦是非常的理想 可以高效的辅助手动对焦 作为副厂头 我个人特别怕这些镜头有什么镜头防抖一类的滑哨功能 只要和机身的交流有障碍 那副厂头的防抖往往会带来麻烦 很多微单的机身防抖已经非常强悍了 就让机身厂家去解决这个问题吧 我最喜欢的全画幅变焦镜头是康太时的35-70f3.4 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每改变一次焦距 就要重新设定一下机身的五周防抖的防抖焦距 因为镜头和机身之间的焦牛是零 如果传感器防抖系统的焦距和镜头的焦距不匹配 防抖效果甚至可能是灾难性的 那在使用带电子焦牛的负长头时 我们也要测试一下焦牛是否畅通是否正确 测试2870在28mm端手持拍摄的效果 基本上没有任何轴转动 微震动也几乎过滤掉了 这和松下原厂头的效果差不多 然后看看50mm端的片段 整体画面保持的非常稳定 微震动都过滤的非常好 最后是70mm端的视频和28mm端和50mm端差距不大 这说明这镜头在变焦的过程中和机身保留了正常的信息交换 然后看看移动跟拍的情况 这里拍摄我是穿着拖鞋 我离完美的招操作还是有点差距的 首先是前跟拍看上去还不错 然后是侧跟拍看上去也不错 最后是后跟拍 这应该是最简单的 有些时候你会感觉到那种脚落地的时候的一顿一顿的抖动 那是因为我落地时 一瞬间我们穿的是拖鞋 我没有控制脚步 非常难以自拔 不过你把拖鞋拖在地面上走 就是几乎不要让拖鞋离开地面 这种前跟拍加上180度的乾坤大螺仪 最后转成后跟拍的连续视频看上去 就看不出脚落地的那种抖动了 我个人更喜欢这种首次跟拍 除非拍摄婚礼或者会议那些不能再来一次的视频 那四马2870的搭配松下微单 可以几乎考虑不使用电子稳定器 那在电子稳定器上 比如说这里是日云的VBS 片段稳得一逼 完全可以不考虑任何后期稳定效果的修复 但如果你硬是要找问题的话 这是28毫米的焦段拍摄的 S5的五轴防抖往往会有过度的反应 广角端的边缘会有那么一点点防抖 带来的镜头的画面的波动 但是一旦到了35毫米端 这种波动就不复存在了 那下面这个片段是70毫米端 用电子稳定器拍摄的 单手操作 字云微臂 总体来说画面非常稳定 那松下的微单的五轴防抖在四马2870上几乎是发挥到了极致 和这根镜头超小的体积 而且特别短 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那四马2870并不是防水滴防尘的设计 但是我偶然间在大雨中持续使用了一个小时 机身和镜头都完全湿透了 目前看来仍然能够正常工作 索尼版本的2870 目前我不敢妄加评论 但是拿在手上吧 至少缺少 莱卡的味道 我还在考虑是粉开箱 或者把它卖掉换钱 司马在18-35F1.8以后 再也没有创造出过一根传奇一样的变焦镜头 我倒是对2870是充满了希望 但不像1835超过硬的画质 特别还成了RAID电影机的一些套机的套头 那2870在画质上是有明显的弱点 但是幸运的是在拍摄4K视频的时候 这些弱点都是可以忽略的 虽然它的广角端没有达到24毫米 但是28毫米对于视频拍摄已经足够宽了 目前在松下的全画幅 微单上原生L卡口的所有镜头里面 这绝对是我的最爱我的首选 喜欢这根镜头完全不是因为它的性价比 而是因为它的性体比 性能和体积的对比 实在是太出色了 完全不需要肌肉 你也可以激情的拍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